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APP里面 右上角更多设置 点击第一个飞行器设置 选择传感器 然后在这个磁罗盘的地面校准下面就一个空中校准 到时候就点这儿 在空中校准的时候里面最好是加满水就是满载 然后必须是姿态模式进行校准 就不能动油门不能动抚养不能动横滚 不能前后左右上升下降 就只能打方向让它旋转一圈半 从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校准 先把飞机起飞 在空中校准的时候因为要使用姿态还是蛮窄的 所以我们最好把飞机飞得高一点 然后找一个比较空胖的地方 这个时候再点击校准 点击空中校准 点击开始校准 我们切到姿态点击开始校准 然后我们旋转 好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校准完成了 这里上面会显示已经校准成功了 然后我们降落 这个行为比较危险一般 所以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使空中校准 一般需要比较专业的 专业的人士来进行校准 校准完成了我们降落 然后要断电再等待70秒左右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